好了 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我看到極端屁屁要打針 正想上海有人遲到打劫48罐豆豉多魚 要貨不要錢還離奇 我就要說說一件事 他不是打劫別人精粗 已經很好了 好像昇爺在新精武門打劫別人精粗 我看到我就想起 這麼像昇爺的橋段 帕方說豆豉人員也搶了 但其實那裡也有千八銀 你不要以為是小事 Barry Krong說 市民、指民只是入境處有案底人士 在警察才有紀錄 其實這些應該通的 我也要坦白跟大家說 這些訊息應該大家通的 為什麼我說一定要大家通的呢 其實警察查案都要查別人的指民 是不是都要查的 這些訊息本來應該通的 不是跟私隱有關 我都要說 其實大家都是 這麼多部門都是 跟鄧炳強賺食的 這個是保安局的 那麼 保安局下面的部門 那些訊息可以不通的嗎 這個我是不明白的 其實就是 那麼 WSS又昇爺說 不要錢就是要內褲 那這個就是 哈哈 這個是家有棄士 哈哈哈 看到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說這樣正不正常 你問我 那我也說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 看上來 我覺得是不正常的 這件事我又可以說一下 就是一個公僕的辭職潮 這個是一些網友發給我的 我之前沒有打算說的 但是我剛剛看到了 就說一下 那麼 就是現在想的 就是會在內地 請回一些人 就是在內地升學的 港人 那這個立法會 當然他們 有其他的 其他的會議 那他那個特別財委會 就討論了財政預算案 那有幾個議員 就說了 一些蠻有趣的事情 問什麼呢 就是公務員辭職人數 以及人才流失的問題 那公務員辭職的人數是升的 那公務員事務高局長 楊何佩欣就說 政府就遇到招聘困難 和私人機構一樣 就是受到 就是退休人數這些影響 各個行業都在搶人 其實 我一定要說回 就是我有朋友 剛剛在香港過了這裡 其實是不是真的在搶人呢 我就告訴大家 就不是普遍是搶人的 就是 我朋友才剛剛失業 他是回來的 你說 就是香港是普遍搶人的 這個說法 我真的 覺得不是很妥 這個 我都要說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很妥 他會怎樣呢 政府會壓縮招聘程序 職系會全年招聘 局方也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 招聘在內地升學的香港畢業生 計劃在上海設置市場去請人 公務員辭職人數上升 屬於什麼呢 屬於不正常中的正常 有網友就問 這個怎麼解讀呢 什麼叫不正常中的正常 哈哈哈哈 你看到也好笑 你聽到他講 這個局長出來說 不正常的正常 你正常人聽到 你會覺得是怎樣 一般人聽到 什麼叫不正常的正常 哈哈哈哈 你是不會明白 是 不正常的正常 哈哈哈哈 就是 這個現實就是我解讀一下 就是他講的 我解讀來的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就是 就是 他是做一些語言藝術 就是我的看法 這個也是我操錢的看法 他就說 那麼多人同時辭職 其實是不正常的 不過 被那些正棍這樣搞 那些人就算辭職 也是正常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解讀 哈哈哈哈 你說Benz說不正常 那他說不正常的正常 不正常中的正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讚斯山就說 明顯是公務員 筍工都離職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 在香港現在 有些事情是不太妥的 其實就是 那麼 WSS說這個不正常研究 人類中心出來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 那 Proud Taze說 香港現在的情況還是復常 所以還是不正常的時間 那麼他 可能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整件事情 有這麼多人辭職 是不是正常 是不正常 那麼 不正常之中 又有正常 為什麼呢 就是看得好像不太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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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麼 何里旭就說 48件豆豉多魚 不太重 其實48件豆豉多魚 都幾重 都幾重 所以那件事 我也覺得是奇案 就是香港奇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 Livio Lee就說 這個什麼婆婆 繼續肥上修下 外判和請內地人才 那就更加 多中低層的人辭職 我就要說 實際的問題 就是香港現在大家面對的 實際問題是什麼呢 肥上修下 是不是他搞的呢 其實又不是 大家要知道 肥上修下 那裡 譬如 加薪或一一個百分比的 那些是行政會議 植物人想出來的 那些事情是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這個局長想出來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 Parlotase說 現在很多公務員委 都很惡做 就算 高薪工也未必能頂得到 或者高人也未必能頂得到 我都要說 那些立法會議員 他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 當局向公務員培訓 形式憲制秩序和國家發展和策略方面 由於公務員人數龐大 如果要完成十九萬人的培訓 就需時大概十年進度緩慢 那些事情也是很好笑的 其實你認識的 憲制秩序和國家發展和策略 你在公務員內部做一些訓練 就可以了 其實 你為什麼要十年這麼慢呢 其實這些 我認為也是有問題的 你要做訓練可以很快 根本就不應該搞十年 但是為什麼 選委界的人 會說要搞十年呢 我不知道那個 培訓有多複雜 其實你用學習強國的形式去 叫公務員做 其實已經很簡單了 我怎麼認識國內的政策 其實我也是看學習強國而已 根本 這些事情 你需要不需要 要用十年時間 很正規地去訓練人 你不用了 你自己在政府做一個APP就可以了 政府的公務員要安裝一個APP 他們一定要做些問答 要學習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SENSIH說 招聘分化社會 國內和香港 我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現在香港 我都說 看上來很多事情是不對勁的 小事就會看到不對勁的 有些人好像說話 他特地要挑起 內地和香港的矛盾 其實是 極端屁屁要打針 他就說 底層的公務員 就罪惡了 這個也是 荷里沃他就說 這些一時一躍亂狗地說的 證棍 叫下層公務員 怎麼跟 那麼 Lion King 88 就說大病 初遇一定不正常 那麼 其實 你說不正常裡面 是不是會有正常 那些人辭職呢 其實我的看法就不是 整件事根本是不正常 那些人為什麼 身高良準 都會不做 其實一定是有其他問題的 那麼 Livio Li就說 現在普遍中低層公務員 士氣低落 就算走回這件事 獄警沒有什麼士氣 隨便 都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我是不知道的 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說 看起來香港有沒有什麼 喂 很多事情都不妥妥 看起來 哈哈 看起來真的不妥妥 那麼 Protest說以前也會有公務員 培訓處 來各個部門 搞講座和工作坊 但是近年 可能因為疫情 所以沒有了 那就做回 其實有些事情 說真的 要做也可以很快的 其實 那 河虎就說 香港的公務員 要考試 考試 考試 為考試而工作 我不知道他們內部是怎樣的 其實有些事情 需要不需要經常考試呢 我覺得你用測驗的形式 其實是好一點的 你說要不要考試 我覺得也不太需要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我粗淺的看法 就是非常粗淺的看法 一定要說 那 你說那些 就是 沒有士氣 隨便隨便 其實這些沒有士氣的情況 你也要做到事情 出來才行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你的程序 那些漏洞 要補回 喏 那 你說 那你跟那些政棍說話 是不是一模樣 一定有人這樣質疑我 但是事實 就是 你也要看看 現在香港的實際問題是什麼 就是香港 其實 有太多事情 是 可以令到人沒有信心 就是 現在令到人沒有信心的事情 是很多 喏 那 那 帕芒就說 公務員好像沒有了士氣 尤其是警察 呃 就是 很坦白地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說 你說 跟上層的人有關 那我也要告訴你 這也不可以乃上層 其實 我認為 香港士氣低落的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那些政棍太離譜 其實在香港的政棍 就是 太衰格 就是我的看法 是太衰格 根本 就是 把那些社會的好處 給了 就是他們自己有 是那些政棍搞出來的 我的看法 那 也要多謝 Ada Wong 你的支持 那 輝日人類命運動共同體 就說 政棍只是提出製造問題 沒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這個也是難處理的 那 Livio Lee 說 有一個公務員事務局的內聯網 做公務員 是要定期上去 不同更新的課程 計分 連二十大講話都要上課 那 就 叫人們做就可以了 所以 正棍質疑 都沒有什麼 就是 按照做 現在就正在做 就是 Livio Lee 說了 按照做 其實這些都是類似 學習強國的模式去做的 其實 我覺得 唉 就是有些事情 現在在說 是不是正常 問局長 那些事情 有些事情當然是不妥了 其實整件事 現在還有一個姐姐叫葛佩帆 她出來說 就說要 處理AO 現在去搞一些AO 其實有些政筋系 其實AO在香港 有什麼實際作用呢 我一定要說 其實香港的AO 其實可以令到很多事情 跟隨程序去做 你說跟隨程序去做 是不是一定有最好的結果 我就告訴你 不一定 但是 起碼 有些事情 就不會太離譜 如果 現在 就是 那些 要政府跟隨這些事情 來做的人 都要趕走 其實現在 有些人就要趕走 AO 就是 葛佩帆那些 其實一向都有說 西門寺那些 也有說 什麼 AO黨 那些 專門說這些事情 其實很老實說 也是找一些仇恨點的 其實 找一些仇恨點 是不是很難 我跟大家說 不是很難的 你找仇恨點 是 你找仇恨點 其實這個世界 是很容易的 有時候 就是 仇恨點是怎麼來的呢 譬如你覺得一些人的人工 是多 你自己很多 那這個就可以有仇恨 已經 是很簡單的事情 來的 那帕王就說 搞AO 那些政棍 認識政府部門 怎麼運作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認識 其實就 他們認為自己認識 是認識的 那 米雪就說 家中也有人是公務員 現在跟以前不同 做完又要再做 上到區議會 那些人不認識都出來吵 所以有些人真的做到沒有心機 我就說 那個士氣問題 我早就點了一個題目 根本士氣問題 就是那些政棍搞出來的 那些政棍其實 現在上了位的那一班 有很多根本都不知道 政府是怎麼正常運作的 其實是 現實是這樣的 那 TKHK 就說 挑撥離間真的很容易 那 當然是 那 Sam Trey 就說 不是很難 不過又有人相信 其實 WSS 就說 樣子都可以給仇恨 其實我們一開始已經說了 喂 究竟 為什麼會有這些仇恨 怎樣可以取得這些仇恨 其實很簡單 你說一個人肥 已經可以了 說他虎背紅腰 說他跳舞似隻豬 已經可以了得到仇恨了 其實 那麼 Dicky Lam就說 先搞一下自己的議員 但是他們 現在有一班人 你看到他們做的事情 很明顯 就是跟一般人過不去的 就是我看得到很明顯 不過當然我這麼說 那些政棍 就是他們的信徒 當然是會來搞我 何虎就說 林太之後 就是要趕盡殺絕AO 但是 這個我又要講 你講開林太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這件事我也覺得奇怪 你不正常中的正常是什麼 我也是 有一個自己的解讀 當然是 但是你說要搞林太 又有一件事 又有人要搞林太 那麼我休息一會回來 之後就會講 哪一條 契弟又在搞林太 休息一會 我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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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條 我會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